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这支观众访会需要看的红点 然后516S版本 等会再讲由S跟美S的一个差别 那首先先讲一下这个包装 非常的纯粹 然后就一个黑色纸盒 但是有一点要强调 它是我见过包装盒里面 最正规的一个 算是钢皮厂商吗 我能这么去讲吗 因为这样子首先中英文都有 然后说明也写得非常清楚 另外有这个9001 然后各种的品质认证 我记得就说除非是欧洲大牌吧 不然很少品牌会有这些东西在 那说明这家公司的东西是非常的严谨 就是笔合的外观的话 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再细节一点 就像万宝龙或百利金的可能白白的一个字 这样子 当然它这个就感觉怎么样 这个字在这个盒子上面感觉 这个就非常有动感的一个字 放在一个非常严谨的东西中有一种不协调感 笔的话我就拆过一遍 因为我等会还要做517 那就两支笔还是要分开做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个盒子算是 就是说先不说它盒子吧 反正就小小的包装也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另外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而且非常正规 所有东西都在 很像一个钢笔产品应该有的样子 因为可能我本身接触 那一个怎么样 这一块比较多 那所以说像这些东西 我是可能是比较看重的 那盒子打开本身是平的了 但被我这样拜拜的 有点那个对弯弯的有点旧了这样子 哦那笔先打开一下给你们看看 就这样子 那我怎么看一下 好那包装盒也看到非常的纯粹 没有任何说明说这一点点赞啊 非常环保的一个包装 然后该有的信息都有了 没有说一个过度包装 也那个多余的信息也没有 没有说各种的宣传 就没有各种很花俏东西东西 那这个品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接触了 那都会有什么的 那麻烦观众给我那个矫正一下 或者帮我补充一下啊 非常感谢 比如的话有这样子一个笔套 那这个我个人来讲有没有都可以 好那先把笔放在这边 然后呢我就拿我手上的一个笔来 先来笔一笔大小吧 因为我拍视频前两年就开始接触干笔 然后呢我的就是收藏收藏结构嘛 一直在调整 那所以说暂时手上的笔 先这一支吧白粒金的M205以及万宝龙的146 那尺寸大概这样子那比146短那比205要长 那我再放一下这个M800的对 那你能看到那这一支笔 首先能看到是什么 它是中间偏细一点点 但是又没有到很细 因为我平常日用的无印 那看起来会比较细一点 只是现在是一个灯光的一个问题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笔我们先看了 那我们先把笔给放好一下 那我们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这样子 这一支笔呢 一拿上手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首先它价格来讲我忘了 反正不是很贵 呃 反正200200块以内吧 因为国产笔都是很实惠 那这个首先偏重的一支笔 对 像无印这一支的话的重量感 感觉就是笔它还要再轻了一倍左右 但是整根笔的质量非常的给力 那首先跟看一下那上面的写是这个红点 对吧 因为我不太会拼音啊 红点那这个我觉得它是很有心思的一个排版上面的 就是少数国产笔来讲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话 它是比那个卡口百封的更像一支钢笔 卡口的感觉还是很像一支文具笔 然后再下来的话金属拉丝 它是属于这样横纹的 那那两天它是一个指纹 但是它这个笔家的抛光非常非常给力 像2000的抛光基本上也就这种水平了 那觉得这支笔真的是非常精致 比较这边的话就是 好吧 好像按不下去 只能这样子 对我这边按不太按得下去 对不能只能这样子 反正也行 但整个整个这个比较是一个实心的 那看起来质量是非常杠杠的那种感觉 笔尾的这个部分有点美中不足了 感觉跟前面的一个处呃加工处理不正协调 像这里很协调一个亮面一个雅面 然后非常方正非常硬 那这边是不是为了那个笔尾去盖 那这个的话首先是啊 应该是给应该是这样子一个设计 但是盖到一半的时候有点小紧 那你看如果是我这里我轻心的这样子 我我再紧一点你看就这样 那还是有点拍的不太进去 等一下你看啊对好 那笔的话里面是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套筒 然后外面再包成金属都是反正都是这个结构了 钢笔基本上都不少都两层 笔尖的话哇这个特别小这个笔尖 那这我唯独不太喜欢就是这个处理 跟这个处理进行一个配搭的话 总感觉非常奇怪这种一种 这种应该是喷沙氧化吧 然后这个就是正常的拉丝 那两种视觉从两种材料放在一起的时候 并不能达到一种非常 怎么讲那种美丽或者一种就说绚丽的那种视觉冲击 那首先就是当从这样子看 如果没有笔尾那视觉冲击感还是有的非常简念 那跟他的包装一样 就是说有各种的9001这类的一个检测 就一种就是说很正规的那种系统 就感觉到他整个正规的生产系统啊 但这个的话就是对从设计的美感上面来讲 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笔的话看一下看里面是什么 好 那这个就是我记得淘宝上面买的 然后就是那个3.4口径 那就是英雄的那个口径 C默契版本 另外一个就是他说 S的有S跟美S的差别就在这里 那需要拿一下那个说这个轮胎那一片 我试一下能不能把它旋转上来 他是说我只要我我只要那个旋转的时候吗 我这个总成可以整个拿下来 但现在好像不太行啊 这个啊啊好像可以对可以了 但是挺紧的说实话真的挺紧的这个啊 我我估计放了一个错误了 应该要把这个先给拿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给选出来 对 选应该是可以选出来可以了可以了 OK那能看到吧 就是哦 看了好像我这只不是我另外一只才是他 我本身两只是没有S的 好那这样子一个笔尖的话 一刚刚一拿出来就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呃正常结构 那我估计要我另外一只的517才可以 那笔我先把笔给装回去啊 呃这几块这个吸默器插进去的锁感还可以拔不太好吧 插进去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凹位 然后一进的时候就好像能自动卡进去这样一个感觉 笔身的话整只笔都非常的硬 摸起来也是很硬很扎实用用料感觉是非常到位的 里面的这些螺丝螺纹你看也是抛光的非常到位 那 呃整个笔的外观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那呃怎么讲呢 呃程序上面非常的到位 但是美感上面有待提升 那拿一下那个无垠的那个史奈德笔尖吧 然后来看一下 那你看这个键非常小史奈德笔尖也是你本身已经 啊不这个不是来这百利金的 史奈德那只啊扔一边了 我就不拿了就拿百利金的吧 反正笔尖大小差不多 那你看到他比这个还要再小一毫 那得会书写我还没用过这么小的笔尖了 那得会的一个书写效果 怎么讲呢呃很值得去期待 那这时候再把我的一个146的你看来对比146的尖 其实中规中矩你看这间一对比我去非常小非常小 真的还不知道他这么小的笔尖是材料的问题呢 还是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 哦 然后再下来的话对其他就ok 那我们看一下我这次是一个ef尖了 笔尖上面也没有做很多的一个处理 毕竟价格摆在那边了 而且那个笔尖上面的雕花更多是增加一个 收藏价值以及一个没关系嘛 呃反而ef尖呢照这么看 应该是水滴型打磨了大大的圆圆的一粒 笔尖的话有一点比较觉得称赞的 就他笔尖我看下去是比较厚的 因为笔尖的厚度 嗯 不同品牌也不太一样 那这个看用料感觉是非常足了 好那大概这样子 那该进入我们的一个书写阶段 那不记忆 下一只才是那个s版本 那我这次是516啊非常抱歉 一开始讲错了 那先上一下墨 OK那我就大概上一下吧 就不上太多了 然后拿纸进去擦一擦 然后小笔尖的话 我觉得我我上墨的反正手法还是不太好 你看我经常还是会弄到那个笔握什么的 就是对着我个人问题了 上墨这个有时候还是非常考究技术的一个 一个东西我觉得 好那先 整本整个比方拿起来啊 也是架的刚刚好了 其实不用套这个笔尾也可以了 那 如果笔尾加上去 因为本身这个重量感是非常重的 那整个配重会有点失调 个人建议还是照这样的 毕竟钢笔嘛 都是都基本上应该都有养成这个习惯吧 我不确定是不是 所有人都有啊 好 那就 书写一下 那这个 啊 好书写完了以后能感觉到就是我这个 一间的话 我再确定一遍是不是也不见了 应该是一 那 反正是最细那个了 有最细我一定是最细 那不行 我到时候连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啊 当然不是推荐吧 我没有 我做频道这么久没说过任何业配 先跟你们讲了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是首先笔尖上面来讲 鞋感比较接近谈 谈笔的一个鞋感 也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 那个鞋感这 呃 钢尖来讲 然后有点偏滑 那 有点难拔 但是不影响你书写 反正很紧 很扎实一根笔 能听没有任何那个 没有听到那个任何的一个沙沙的声音 就是说这支笔没什么阻力感 但是到鞋感来讲 比谈笔相对来讲要好一点 那反馈来讲的话 不会有很大的反馈 因为笔尖真的很小 而且它这种形状的话 你看 它不像大民间那种 那整个包到这边 那很难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呃 出风还是那句 那一个 呃 基本上 跟能有关 跟笔没关嘛 然后写下来的时候 整根笔空膜 也是非常精准 那还是 现在的下限还是很高了 没有段墨 没有肥白 然后出膜也是非常的稳定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呃书写 日用书写刨个子也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但是这个笔 我还是需要习惯一下 因为笔我真的 我可能是拿大笔比较多了 那对我个人来讲有点小 但整根笔的话配重来讲还是非常平衡的 不会说特别的怎么讲 就是配重能看到对能看到配重是我就这么放吧 配重是也算是非常中间了 不会说特别的浅或者特别厚 那有些笔会比较浅 有些笔会比较厚 那我现在这么一放 那配重也是非常的稳定 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差了笔尾整个往往那边倒 你重心就偏厚了吗 在经常很多人说重心问题就这个好 那整支笔大概评测就到这里了 呃 可圈可点吧 还是那样子 就是说美光上面从颜值上面来讲 差差那么一点 但是其他部分也是很完美 呃 笔尖的部分 那个个人习惯 有些人喜欢滑 有些人喜欢硬 有些人喜欢阻力感比较大 反正就是呃 各有利弊 但总呃整支笔的一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非常的正规 我只能这么学习 真的很正规 呃 包装和该有东西都有 对 所以呃 今天这支笔的话就差不多这样吧 那一样 那一个有什么 有什么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